台湾导演李安奎为四年 带着改编自班方登同名小说的电影 《别利林安的中场战士》重新出击 李安这个走在全球电影技术最前沿的电影人 在新片中再度使用了3D影像拍摄 这次他更采用了每秒120格4K的最新模式拍摄和放映 不求让电影画面更为逼真 然而电影在纽约首映之后却收获褒贬不一的评语 有影评人认为电影科技模糊了故事的焦点 对此李安希望观众能够敞开心胸观看电影 不要匆忙下定论 随着中国首富王健林大肆注资好莱坞电影 中国人在美国电影圈的影响力受到关注 对此李安认为中国注资将为好莱坞注入新气象 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被英国BBC评论 请选为本世纪最棒的12本小说之一 故事描述19岁的大兵比利在伊拉克一场激烈的战争中生还 画面恰巧被新闻媒体捕抓 比利回国之后成为家喻户晓的大英雄 展开九天虚伪的荣耀之旅 而小说作者带着读者透过比利的双眼 面对这个比战场还恐怖的世界 这部电影11月9号将会在香港 中国和台湾上映 第七综合报导